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前面幾集說明了 如果要用因式分解的方式來解方程式 那可以把它分解成x加甲和x加1 這樣x就等於負甲或負1 那經過幾次練習之後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蠻熟的了 現在我們要教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你可以想像並不是每一次的 這個係數都會那麼剛好 就是我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整數的因素 這兩個整數的因素總是可以乘起來是c加起來是b 不見得總是會有 那所以說呢 那如果不能有的話呢 那怎麼辦 在這裡提供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條這個二元一次方程式 然後它的x平方的係數我們已經讓它變成1了 那這樣子它的這個方程式是x平方加bx加c等於0 我試著讓它變成是一個 我試著讓它變成是 看可不可以 看可不可以 把它做成 把這個方程式改成 x加某一個數字平方了之後會等於什麼 這個時候 右邊就不一定會等於0 因為你可以想像左邊不一定剛好是完全平方式 就它不一定剛好是我們前面學過懲罰公式展開來的樣子 所以我可不可以做出來 但是它會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的話我讓它變成x加某個數字的平方式 一個數字 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可以做到這一步的話 我就可以接著後續 我把它兩邊一起開根號 這樣x加甲就是正負的根號這個框框 然後我再把這個加甲移過去 x就會變成負甲加減根號框框 對不對 這樣子 如果我可以做到 那我在這裡先講 其實它做到並不會那麼難 為什麼呢 雖然我說我們並不一定總是能夠配出來一個完全平方式 可是我們可以用後面我們會教的一些技巧 去鎖定x平方係數是1 然後這個地方的常數是b 我們利用它來去配出一個完全平方式 那會跟原本的這個式子就差一個常數 所以我只要在常數上面動一下手腳就可以了 那我動這個手腳就是讓它等號這邊也有數字 所以是可以配出來的 我們之後等下教這個步驟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一定可以配得到這樣子 那可以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等於一個數字的話 我兩邊開一起開根號 然後再把這個加甲移過去是減甲 這樣就解完了 那麼這個 這個做法 配出一個完全平方式 再來去求解出答案的這個做法 所以配方法的精神 配方法的精神就是要去這個 配出一個完全平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看利用配方法求解 在這一題我先示範給大家看 那你先不急著一定要 搞得很清楚 那就是看看說配方法做起來是什麼樣子 今天我有這個x平方減6加8等於0 然後我要試著去配它 配它的時候呢 我們掌握一些完全平方式的係數 這個前面有介紹到 如果是a加b的話 會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它的係數是121 如果是 這個 那我們是有a跟b是兩個位置數嘛 如果我們只放一個 這個就是x加1的平方 x加1的平方就是x平方加2x加1 然後這個是x加2的平方 x加2的平方 就是x平方加4x加4 那169的係數就是x加3的平方是x平方加6x加9 所以這裡有沒有看到 1-6 8 我就利用這個-6呢 我可以把它配成x平方減6x加9 那這個加9就跟你會發現 它跟它差多少 差1嘛 所以我不能夠平白無庫 把這個加8變加9 所以我要減1 那也有一個做法 是說我先把8趕到對面去 我先把8趕到對面去的話 我這裡剩下x平方減6x 等於-8 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我一樣配成這個嘛 配成這個是x平方加6x加9 那我就不是減1了 而是我在這邊加了9 等號左邊加9 右邊也加9 所以我就會把它兩邊都加9 那寫在下面這裡來比照一下 如果從這個式子的話 它會變成x平方減6x等於 加9等於-8加9 那這邊等於-8加9就會變成是正1 然後這邊就x-3的平方 那你會發現跟這個一樣 就是說我把這個-1移過去也是正1 這邊也是x-3的平方 所以你就會解出x-3是正負的 所以x-3是正負的 然後再把加3移過去 這裡所謂的正負的 我要留意一下 它是指正1或負的 正負的不是一個數字 它是指說怎麼樣的數字平方完會是1 那這個x-3它就有可能是正1 正1平方完也是1 也有可能是負的 負的平方完也是1 這樣子 所以x-3如果是正1 x就是-3過去是加3 就是正1加3就是4 x-3如果是負1 那x就是把-3過去是加3 負1加3是2 所以這就是這一題 x等於4或2 那這一題呢 因為你本來就可以利用十字交乘去解開來它 它是x-4x-2等於0 所以x等於4或者2 利用這題做做看 那剛才這樣子寫 很多學生就會覺得說有點難耶 我怎麼知道要寫這樣 事實上這個就是很多學生會卡在配方法的原因 那我們接下來用幾個步驟來教大家如何的去順順的思考就把配方法做完了 其實配方法並沒有很難 來 我們試著去解這個式子用它來當例子 然後來教大家一些步驟 我要去解這個2x平方加6x-2分之91夠醜了吧 這樣子的數字 你可以一眼就看得出來它絕對不可能做十字交乘 那所以我要去解它的時候怎麼做呢 步驟1 這個麻煩把它抄到你的筆記本上 那不過我提醒一下就是說我後面還有 這是第一張 第一個畫面 那這是第二個畫面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你可以把空格空開一點 然後就不用重複抄 抄過東西就不用重抄 來 所以我把我的步驟移 先把常數移過去 就是這個常數移到等號對面 於是我有了2x平方加6x等於2分之91 這就簡單 大家都會 接著同除2 我取得了x平方加3x等於4分之19 這馬就簡單 大家也都會 那這樣子的話 步驟3就是我剛才那個神奇的那一步了 有沒有 我最後這邊要變成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等於4分之91 然後這個什麼什麼剛好會變成一個平方 這個平方會等於4分之91 然後不見得就等於4分之91 這個什麼什麼什麼會變成一個數字 然後一起開根號對不對 那現在冠軍在於說 然後咧 這裡要填什麼 所以呢 你這個抄的時候 欸 你們還沒抄 抄到步驟2就好了 抄到步驟2 好 剛才 這個是重複剛才的步驟 來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步是把常數移過去 第二步就是同除二 第三步就是 控著這一行 也有這樣子也算一個步驟 就是 請你把這一行控下來 我每次跟學生講的時候 他們都會 聽了就算了 他們還是會很想要直接寫出來 那我都無所謂 反正到時候寫不出來 就會承受我的碎念 我就跟你說 如果你想不到的話 就把這一行先控著 先寫下面的 通常我一開口 他們就會知道說 好了 我知道了 那我真的強烈建議 除非你已經很熟了 要不然就是把這一行控著 控著幹嘛 先寫下面這樣子 我剛才說的 你的這個東西 最後是不是會變成一個 一個什麼什麼等於四分之九十一 想必你在這邊加了一個什麼嗎 然後這邊也會加一個什麼 依照我們剛才的步驟 有沒有 我把 以我們剛才這題來說 我是不是就是把它 來寫一次 x平方-6x加8等於0 那我們因為 x平方係數已經是1了 所以這題比較簡單 我是不是第一步把它移過去 x平方-6x等於-8 然後第二步同除 係數1 這個做完了 那下一步咧 那下一步咧 怎麼樣 等於-8 怎麼樣 那麼在下一步 我們是不是知道 我們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剛剛算完了 我們已經知道這邊會是x平方-6x加9 這裡是-8加9 是正1 對不對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平方4等於正1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不知道呢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行先控著 這一行先控著 先寫這個 把這個價值寫出來 x怎麼樣 平方的時候是什麼 然後你去想一想 我這裡要聽什麼 那當然 有熊老師教你 我剛剛說 順順的想就會想出來 那當然不會是就是說 在這裡想一想 那這樣子我也不知道 所以來 要想些什麼 先教結果 先教結果 先教技巧 好 要想什麼呢 好 就是想著說 我把這一個 好 我們剛才解的這一題 x平 2x平方-6x-2分之9是1等1等 這個 常數移過去 同除2變成這個 要想什麼呢 就是想著把這個除以2 這裡3x除2除下來 然後 然後 除下來之後呢 再展回去 就把這個 我把這個3x除以2 那3 把這個3 3除以2 是變成2分之3 2分之3 我這裡已經括號 x加2分之3的平方了 再把它展開來就好 以這題來說 以這題來說 我就把這個-6除以2 變-3 OK 然後呢 展回去 所以x-3的平方 這個應該會吧 會展吧 x平方-6x加9 是不是 那我這邊加9 我這邊加9 你原本的這個常數已經趕到對面了 所以你原本這裡沒常數了 我加9你加9 OK完成 是不是很快 我再講一次這個步驟 把常數趕過去 然後把x平方向係數變成1之後 先控著這一行 把這一次的這個係數除以2之後 把這個括號展開來 看你加了多少 等它另外一側也要加 整理起來就有了 那麼為什麼 那有休老師不是要你們背這些步驟 我們了解為什麼 它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你一旦了解它的道理之後 你就不用太花力氣去背它要怎麼做了 好 我們來想這件事情 我要配方 我們以剛才的這個例子 我現在已經做到這裡 x平方加3x等於四分之九十一 我要配方 那我要配方的話 這個思考一 如果配出來長這樣 它是一個x加假的平方加什麼什麼什麼 等於什麼什麼 如果展開來之後 如果展開來之後 配出來之後長這樣 那我再把它縮成一個完全平方式之前 往前退一步 它是不是應該長這樣 對不對 它是不是應該是x平方加 我就把這個展開嘛 它是不是應該是x平方加2甲 x加假平方 對不對 如果我可以配成這樣子 那代表我縮起來 變成一個括號平方之前 原本應該長這樣 那麼 這個式子應該要跟原本題目呢 補一個常數之後就一樣 所以原本的題目 我補一個常數之後 是x平方加3x加 不知道多少 那這邊就是x平方加2甲x加假平方 然後這邊 看這邊加多少 我這邊就加合起來就是這個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難去比較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3x就是2甲x 也就是說 這個3呢 就是到時候這個甲 我在展開這個括號的時候 不是 就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嗎 它就是這個 2乘以1乘以假 乘出來的2甲x 2乘以x乘以假 乘出來就是2甲x 那它就是3x 所以2甲就是3 甲就是2分之3 那不論是怎樣的題目 看我們剛剛這個也是 我一開始也是不知道這是什麼啊 我就去想 這個括號裡要填多少 嗯 我如果讓他x去減了某個數字 比如說我這個數字 一樣我們叫做甲好了 如果我讓他x會去 加假 如果讓他x會去加假 到時候這個平方呢 他原本應該是x平方加2ab嘛 所以是2甲x 那這裡2甲x就是-6的話 那麼這個甲就是-3 所以不管怎麼樣的問題 你去推論你都會發現 你這裡要填的東西就是 它原本一次係數的一半 在你 前提喔 前提是你的這個平方向 已經被你除到變1了 那你這裡要填的就是一次的一半 所以不管是怎樣的問題呢 我再很快的減速這個步驟 不管是怎樣的問題呢 你把他的常數移過去 然後一次是除掉 得到這個之後 下一步先空著 先寫下面 這個括號裡要寫什麼呢 就填他的一半是2分之3 填好了之後展開來 展開來 所以他是x平方 那你會發現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加的 因為他是加的 我就會加的 剛剛這個是減的 所以我這裡點的就是-3 好我去展開來 你會發現 x平方加2ab的時候呢 2乘x乘2分之3 就會剛好是3x 那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我就是 刻意的 為了要讓這個2分之3 展開來會跟他一樣 所以我這裡才放2分之3 我才放他的一半 所以他展回去一定會跟上面這裡一樣 就是x平方加3x x平方加3x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一種想法就是 那我就照抄下來就好了 一定會對 因為你這裡展開來 就是要讓他的長 2次式跟一次式跟他一樣 然後接著寫常數 所以x平方加 a平方加2ab 剛好就是3x 加b平方 所以這個常數就是 4分之9 好那你這裡加4分之9 這裡也要加4分之9 所以合起來是 4分之100 所以是25 可以嗎 這樣子就是這一題 所以 那我們把它做完 好 剛剛說了 把它除以2變2分之3 除以2之後呢 你把它展開來回填上面這條式子 那你展開來回填上面這條式子的x平方向跟x向一定會跟他原本一模一樣 因為你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把這裡放2分之3 好 那你可能 有的學生可能會想說 那我為什麼要為了這個目的在這裡放2分之3呢 比如說這一題 比如說剛剛這一題好了 我為什麼不為了這個目的呢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這個是沒有 如果你要為了這個目的 那其實這個裡面要放它的根號 對不對 那這個根號醜一點 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 比如說 x平方-3x-4 假如說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不為了這個目的去設計那個括號呢 那你這裡要放多少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不能放 對不對 它是負的 它沒有根號 好吧 那為了要滿足 其實就是不能放啦 那為了要滿足大家的幻想 我們來試 改一下題目 讓它可以放 好 這樣可以 可以放 如果這個等於0 那你說好 我要 我要配合常數來設計這個平方 所以我在這裡放x加2 有沒有有沒有 這樣展開來是不是就會有這個 就會有這個4 那展開來是什麼 x平方 然後 然後咧 然後這邊展開來是 加4x加4 是不是這樣子 好 然後 可是它原本是-5x 那你加4x 那 如果照我們剛才的說法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移到對面去 不改題目 我寫在上面 如果照我們剛才的說法是這樣 那所以你這邊呢 現在把它加4x之後 這邊也要加4x 所以你就會成功的得到x平方加2x加2的平方等於9x 然後咧 去開根號啊 去啊 去開根號啊 開出來你這個x在根號裡面怎麼辦 對不對 犯不到嘛 所以說 我們配方法的時候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配合一次次去 為什麼要配合這個一次次去產生這個完全平方 為什麼要把它除以2 我們說把它除以2是為了要讓它展開來 會得到 這個x平方加3x嘛 所以我這邊要剛好是這個x係數的一半 可以嗎 然後展開來就會這樣子 那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辦法配合常數 我配合常數到時候你剩了 剩了一次是在對面 那我怎麼解決 對不對 那如果我配合一次是到時候剩常數在對面呢 就開根號 就開根號啊 那我就留下一些有根號的數字啊 ok啊 我就求到解了啊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配方法 很快再介紹一次 把常數移到對面 然後把一次次除到變成1 把一次除到變成1 然後呢 去想想看我瓜話裡要填什麼 要填的就是這個 把2次次除到變成1 然後想想看瓜號裡要填什麼 瓜號就是要填的就是一次的係數的一半 然後再把這個瓜號展開回來的過程中 其實你只要把上面兩個抄下來就好 然後把這個的平方寫上來 然後你左邊加了四分之九 右邊記得也要留著 91也要加四分之九 然後兩個加起來四分之一百次二十五 這樣子就完成了階段性的目標 我們所謂配方法配方法 配出了一個完全平方等於多少 然後接著就可以做快樂的去做下面的步驟 來 我們剛剛已經配到了這個 這裡 對不對 x加二分之三的平方等於25 然後 所以兩邊開根號 這個二分之三就是1.5 我只是換方式寫 那麼x加二分之三就是 25開根號要記得正的也可以負的也可以 所以它就是正負5 然後x就等於 正5-1.5是3.5 負再負1.5是負6.5 這裡少一個負號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配方法 來我們來試試看用配方法來求解他們 這個x平方-5x加6 用配方法來算的話 那這個第一步把常數趕過去 所以x平方-5x等於-6 第二步怎麼樣去除 讓這個x平方係數1 那我們已經做到了 那第三步是什麼 第三步就是 控著下一行 先寫這個括號 這個括號寫什麼 要寫它的一半 這裡是x沒有平方 x-5的一半是2分之5 因為它是負的我就是負的 的平方會等於不知道是什麼 那然後呢 再回填這裡 把這個展開來 x平方乘 x平方 然後a平方加2ab 2乘x乘-5 就會是-5x 哦 你會發現 有沒有 其實我直接抄下來就可以了 加b平方 所以是加上4分之25 等於-6加上4分之25 那-6是4分之24 所以加4分之25是4分之1 那所以xx-5的平方就是4分之1 所以x-5就會是正負的2分之1 所以x就等於正2分之1加2分之5是3 -1加2分之5是2 所以這個你只要用十字交乘 x-3乘x-2 那你想說那我為什麼不用十字交乘就好 就是因為有一些題目它沒有辦法用十字交乘 來看這一題 用配方法求解 所以-2x平方-x等於-3 第一步常數移過去 第二步把x平方變成1 同除-2 好 負惠得證 同除-2 這樣子 第三步下面括號控著 下面這個括號控著直接填 括號裡面 括號裡面x放這個一半加1 4分之1的平方 然後它展開的時候前面是造草的x平方加1 2分之1x 加什麼呢 加這個的平方是16分之1 等於2分之3加16分之1 然後2分之3加16分之1的話是 乘以8 對 乘以8所以是24加125 所以x就會等於 所以x就會等於 正4分之1 正4分之1 減4分之1 4分之4 所以是1 -4分之5 再減4分之1 是-4分之6 或-1.5 1或-1.5 可以嗎 這題 x平方加x等於1 常數移過去 二次向除到係數變1 下面這一行空著先填底下x加這個的係數是1 它的一半是1 2分之1 的平方上面是x平方加x 這個的平方是1 4分之1等於 這個1要記得 然後這邊加1 4分之1 這邊要記得加1 4分之1 等號才會成立 就是等量公力 所以這邊是5 4分之5 可以嗎 然後同開平方 所以x加上1 2分之1等於 哇 4分之5開平方是什麼 4分之5開平方就是根號的5 那4可以提出來是2分之2 上面是根號5 開不出來就開不出來 那你看像這一題 它這邊就開不出來嘛 它就是這個2分之根號5 那所以你當初如果想要去做這個 因式分解用14教程法是一定解不出來的 那要注意你開平方的時候有正負號 所以x就等於負2分之1加減2分之根號5 那或者我們會寫2分之1正負更號5 對嗎 那麼這是這次的作業 大家練習看看配方法 只有3 我只有出3題而已 這一張 因為我們有下一張 那我的數字並沒有都出到很剛好 解出來並不一定都是整數 你有看有這個係數本身就是分數 就是希望大家去落實配方法的動作 那就是不要只是想著說我可不可以去找到答案 拆拆看答案說不定是多少 十字教程看看 就真的去做這個配方法的動作 你分數 用分數來當係數 如果我們有老師或家長 用分數來當係數是最標準的 就是說你很容易可以看出來學生有沒有辦法解配方法 因為分數當係數它是猜不到整數結合的 好 大家想想看 跟著我們這一集教的做 最後一個作業是利用配方法去試著 直接把AX平方加BX加C 用配方法求出答案 那它的答案會是用ABC組成的 也就是幾A分之幾B加幾C 可能還有更號還有減的這樣子 想想看會變成怎麼樣 就是把它當一個方程式從頭截到尾 那我們下一集會帶大家來練習配方法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來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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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